来送走两个来自这个河北老乡 也是这个咱们阳光海岸的业主 刚准备回高层 遇到了咱们小区几个业主 在我们家门口这地方找我 今天算是碰着了 要不碰不着我 对对对 非常欢迎 咱小区都是老业主吗 还是老业主了 老业主了 我们一家买的比较早 这时候爱人 你们一家的 08年就在这 08年就买了 您是老家哪里的 就来自哪里 河南洛阳 洛阳的 从洛阳过来 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的 我们在洛阳 二十多在一个工作单位 你们俩也是都是老业主了 我18年 18年买的 18年 百十年 在你那里边 在你那楼上六楼 你是在我楼上 就高层的楼上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没见过 第一次在那里住 我在这个11号楼又买了一套 又买一套 对了 我发觉咱们 你发觉有个现象 就是说咱们那个银摊的 就是喜欢这里的人 他买了一套以后 他不过瘾 他就想买第二套 或者第三套 这种现象 我发现挺普遍的 我认识的朋友 怎么都有两三套房子 就是两套房子很普遍 三套房子的也有 甚至还有四套房子的 要不然就是亲戚 直到过来以后 这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 环境空气好 我刚刚看见那个 给孙教授 我问谁他们一块 你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了 他说这个地方 好多都来了 一家人来了 来了以后 我们都说 你不要再回我们了 结果最后来了 七八家十几家了 那是采访的三江雪 三江雪讲的 对对对 他是北京的 他是北京的 他是银滩的铁粉 就是银滩的 特别维护银滩 你要说银滩物质 他给你杠 他在大清二区住 对大清二区 对对对 他经历很丰富 我们朋友 介绍个人去好好采访 谁你说 咱们小区旁边 银滩的小区 最南边那一栋 有一个卖电器的 叫赵 就是武则天 发明那个字 赵 对 我知道 叫赵什么家电 陈师傅 他北京人 他有什么特色呢 他把他北京的房子 租出去了之后 在这 他买的比较早 一个单元 一次 买了一个单元 买了一个单元 也就是类似 这就是说 从一楼买到六楼 对 太厉害了 五楼的 他是对 前排是五楼 他现在搞成民宿 挺不错 他老两口就住在店里 对 接待也方便 但他们在那个 东海养生 养生园 东方养生园 在那还有一套 那边房子有暖气 对 冬季就 冬天往那住 因为这家规划的挺好 对 他们来的早 是一千多一平米的时候 但是原始房 那个时候房价真是便宜 对 其实我们买 08年买的也是一只房 你们买的时候 多少钱一平米 三千六 三千六 你买的时候 多少钱 一八年呢 我们买的时候 比较贵 四千了 都四千了 但他们买的是高层 高层的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对 电梯主要是 电梯 对 他六层 你是六层 你是几户 三十二万 就跟你一样 也是那个 西户吗 对 你是一楼西户 是啊 那我们比你贵 我们当时花了三十八万多吧 二楼啊 我们三楼啊 都是一年买的吗 三楼是三年买的 人挺多的 对 你在那个高层上 对 对 高层 对 高层 对 咱们去啊 打麻将 那这个平房 就这个 对 多层房 对 这个多层的房子 冬天在这住的人多漂亮的 呃 也也有不少 看楼 有的楼一个人没有 冬天 有的楼一个人都没有 有的时候 可能是有那么几户 对 呃 我那天见了一个 呃 一个小年轻人 啊 年轻女孩 嗯 带了个小孩 我一问他 他在这已经连续过了两个洞 嗯 老公还没在这 好像在安徽们在那 一人带着孩子在这 过两个冬天了啊 那就是靠 我说你 我说你这么容易啊 靠空调 他说这个 他说这就是冬天了 冬天就是靠空调 基本上都还可以 冬天你要处理好也不冷 你看怎么屋子 怎么取暖 才就比较好 对 还有电路子 对 还有这就不是剃脚线 那样的电热气 还有 用起来 还有很多办法 对 很多 人家不是有人说吗 这个取暖 冬天取暖 有一百种办法 现在人的智慧 我们这次过来的时候 那个司机就是搭了个底马 到了乳山那个火车站 就问他这个地暖 什么时候通吗 暖气 完了他说 最多不超过两年 说是那个海洋那边的什么 和雨热 对 对 我说这样就好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后冬了 对 把那个热水要利用起来 对 把那个和雨热能利用起来的话 也是赢他一个大福气 对 希望咱能够尽早实现 那就冷却糖 冷却糖里面的热水 要不然都白浪费了 是 对 他们已经在利用 咱们乳山市已经用起来了 海洋市已经用起来了 现在这个水里面的海洋海水里面的河湖测 我今天中午刚测 很正常 你看今天国家 我发的时候国家还没有 就今天中午我早上我中午发了个视频 我说国家 这个已经开始解除对日本这个海鲜的进口限制 我发了以后呢 官方还没有消息 我有点担心 我说官方没消息 因为我得的不是官方消息 我就赶紧把它关闭了 结果下午的时候官方已经有消息了 所以说我还比官方得的消息还早一点 我又赶紧把它解开了 没问题 就是说可以放心吃了 像这些信息啊 你能够及时给大家 大家一转告转告 大家可是感觉你做大好事 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没有 这个多具体的渠道是每天去搜索这东西 大家其实被误导了 有一种恐惧心理 就觉得好像海水污染了 不能吃海鲜了 这边也不敢在这买房子了 也不敢在消费了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我测了有半年多了 测了半年的话 这个素质一直是保持稳定的 就是很稳定的 和我在比如说在东营测的 和我在什么文灯那个里面 就是说内陆里面测的 素质都差不多 就是说大自然的辐射 没什么区别啊 就没有特殊的一下 异常没有那种情况 所以就放心了 是吧 你国家既然能够开放这个口子 那说明这个国家是有把握 这个不担心 对不对 只能这样理解 只能这样理解 我都没看到了 感谢观看